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叫我们分类的 我觉得这里有草盒积分 那就拿来这里 负责营运家社福基计说 旗下多家陆仔店 连同楼栋回收店 在过去四个月 包括垃圾经费集门之后 收集量都有上升 当中最多的是塑膠和纸 而用家的年龄层都有所下降 就特别在家庭组合或者年轻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特别在周末或者假日的期间 是多了他们的年龄组群拿来回收 这个议题其实的确引起了社会一个广泛的讨论 市民亦都很关注政策的实施情况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公众教育 这个环保署数据 在六座区区等回收设施 经陆陆想提交的一般回收物和厨余 由四月开始持续上升 直至七月初步录得2790公吨 值得留意的是 回收流动点格截数 在站满之后的两个月都有增加 有环保团体认为 回收量近两个月才明显上升 是因为陆陆想推出六倍积分奖励 用来换取生活用品 计划去到七月底才结束 六倍积分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诱因 突然使务市民觉得好事好着做 当经济诱因减少 下降了 其实推动力会下降了 而最有效 最可持续的去使务市民有减费的意识液体 其实就是要透过长期的公众教育 我们的区庄区在大概两年之后就会爆满了 我们的很多系统都是不乎容容的 这个就是危机 需要每个市民各行各月一起 就是很积极在源头减费 当局说今年第四季开始 逐步延长陆在区区的营业时间 回收便利点将会朝八晚九营运 另外设有晚间回收流动点 不过赚换征费之后 推出给私人住宅参与价减费回收约章 用来换取免费指定垃圾袋的计划 去到八月初申请率只有三成半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軒不道 现时回收厨余都可以储积分换生活用品 但就有限制 有居民说留意到部分人试过分几次回收来增加积分 环保署说巡查之后没有发现 但研究用镜头监控和提高换分援纜等等 将军澳这个公共屋邨 下午有市民来到厨余回收 现在只要用收到短讯的电话登记 就可以成为66相用户 每次赌处之前 掃一掃手机应用程式的二维码就可以储分 只要赌够100克就有50分 每个账号一日只可以储一次分 他就赌一次 但留意到有人分几次赌 储几次分 都是那些嬸嬸那些 上了六七十岁的那些 很快走的 他就一代 譬如拿几次 接着就关门 又有另一个账号 这个APP给我就可以了 我又觉得不是犯法没问题的 只要看政府怎样去看 或者监管 同区另一个屋邨 亦有居民留意到同样的情况 环保署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 暂时未收到投诉 亦未有发现 有关这些极少数可能出现的情况 厨方只是分析数据 检视机制 研究加入措施 包括利用遥距镜头监控 调高每次最低储余回收量等等 以防滥用 其实整个政策是理解的 就是避免有人滥用 但与此同时 亦都要考虑一个实际上 即公众上的看法 及市民上的需要 毕竟我们整个现在的一个 回收桶 或者厨余回收 其实是希望可以鼓励 多些居民 多些市民不同方面 培养了一个回收的习惯 如果你是收得太紧的话 我们都担心 会不会有反效果的出现 他建议当局可以加强收集数据 如果发现有智能储余回收桶 被人滥用的时候 可以在那些黑点加装监控镜头 又说不少警察对屠龙案大部分不认罪被告脱罪感到恶言 屠龙小队杀警案大部分不认罪的被告 反恐条例下村谋爆炸等罪罪名不成立 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在本台节目说清说错话 不少警察对裁决感到意外 但是会尊重 在我个人来说是比较恶言一点的 已经有七个人承认了控罪 某程度上来说 这件事件已经是确立了一些这样的现实出来的 我怕他觉得如果假如原来这样的情况 有这么充分的证据 也都有一些忽略证人的指控等等 有这个结果的话 我怕有些令到香港大部分的市民 特别年轻人 特别年轻人会有一个错觉 原来这样也未必会受到一些刑事的责任 随着基本法23条等完成立法 装备也都已经改良 林志伟说 现在警察执勤的时候多了安全感 不过仍然要就侮辱公职人员罪立法 会再和政府商讨 但今届就改为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对口 形容对方的回应积极 法例的存在是防止一些事发生 其他公公同学发生 也有些市民是不知什么原因 很刻意地或者经常地去处理自己 一些个案期间 是用骂骂地 无辱地的那些同事 所以我们就说法例的存在是有所必需的 从而令社会更加和谐 现在警察粗言慰穴等 被投诉之后都是纪律处分 不过一旦立法 市民侮辱公职人员就属于违法 会否在观感上不对等 很多的先进国际社会上 类似的罪人都有 有时我们去处理一些事件的时间 有些可能很激烈 对我们同事去宣示一些不满的情况 这些某程度上来说 我们都觉得是情有可原 是可以接受的 而不是一些很示意 是蓄意去挑衅地去用一些蓄言位置 或者用一些侮辱式背欲性的说话 去攻击我们的同事 能否以阻差办公等等其他罪行去处理 林志伟就说 搜证的要求都不同 新的立法会更加直接 报线电视记者陈坚报导 第一次这样的症骨疗情 就将我变成了一个废人 为何会容许一个人 活生生、牵生地 将他每一个关节都咬伤了呢 Jasmine早前做运动的时候 弄傷油宽关节 加上做事导致腰酸背痛 朋友介绍了她去到中环看症骨丝 一直都相安无事 直至去年三月的一次疗情 她当时就是两只手捉住我的右手腕 然后就是将我的手掌暗 很大力地按下去 我当时立刻看到 手腕的位置是二左位的 膝头是正常的 你弯曲的弧度应该是向下的 她当时是将我的膝头向上的反 痛 第二件事是用不了力的 我每一步都很痛 走下去 是走不到的 她随即去到医院 但因为没有骨折 照X光看不到伤势 医生就认为属于软组织受伤 展选经过朋友介绍 找到浙大的中医教授诊字 才发现多个关节 包括手腕 右边肩头 两边的手肘都移了位 受伤至今一年半 关节仍然未能够复毁 她也报警希望可以拿回公道 因为不信症骨师受伤的不止Jasmine 市委会2021年至今 接获21宗涉及症骨的投诉 包括销售手法、服务质素等等 但销售会说要追讨相当有难度 她作追究的话 就一定要在证据上是很清晰的 即是说她的伤势是否源于治疗所引起 这是一些医疗的专业判断才可以得到的 因为可能她 另外一些说法可能相互说 可能她伤势已经存在已久 未必是跟那个治疗有关的 市委会提醒市民治疗之前 要先核实医师有没有专业资格 例如是否中医或物理治疗师等等 亦是事先在网上找她有没有注册 好 先知机就是一流最后报道 海洋公园公开新手妈妈 大红猫仍然的错月餐诞 原方贴文说 仍然诞下龙凤胎之后 食欲较浮动 口味亦是有变化 由以前喜欢吃成个蠢 那为是喜欢吃蠢头 所以护理团队化身成培育员 为她提供贴身照顾 护理园要细心留意 形形每日的变化和准备不同的食物 例如将竹叶卷成细卷 再加入苹果、饼干等等 吸引她进食 亦有助补充形形和带猫BB营养 对 电话